好的欢迎回到第七轮第二节双方的一个中间战 内蒙来对升居内蒙没有出什么秘密武器 还是选择了尤里安升居的这个将军 今天这个对手的话 我觉得有很大的机会可以去掏一下对手的后定 那我个人的话还是比较看好升居 升居他这个赛季表现首先是非常的稳定 状态很好 而且他对于对手的这个泽非常的强 他的那一手VTR炸弹给人压力很大的 跟这个盗叶比起来 盗叶有时候就会犯二 自己好不容易买到一个炸弹就浪费了 那升居每次都会用到位 给自己创造足够多的进攻智慧 所以今天那个关键点还是看升居的他一手VT用的怎么样 好回到对局 双方在另一回的部分上来 内蒙这边先一步命中 内蒙这边上来已经取得了一个不错的优势 那升居这边不止 那一手炸弹引爆之前你不知道他会做出什么 直接先一个投者 内蒙这边有点直接就撞过去了 这一手上也没什么多的资源 对吧 直接飞 好 内蒙这边一个后跳的对侧 直接把自己送进了墙去 啊 别 这个重拳 这个重拳是很漂亮的一个确认 但距离不够 比较可惜了 直接强行开中 这好吓人啊 他这边直接预判对手了 吼吼还不到后跳 哦呦 这就是所谓的薄命达人是吧 对手这边是一个尖撞开过来 直接一个前前追过去 这叫做比较可惜啊 对手这边已经跳落地了 刚才要是稍微再慢一点 啊 延迟的一个后跳 那升居应该就起跳截空了 VS吸掉一发波 丢回来 好 到墙角骗到拆了 这都骗得到 哎呀 这一下点头 然后轻攻击抢一个EX剪刀脚 开大脚往外跑 可以 那这边又是成功的把位置换回来 继续卡墙脚 又到了进攻的时刻 好 这一下 这一下终于是没有继续把这个烧火打出来了 是一线找一次 刚才那个位置如果再烧的话 应该又空了 轻攻击这个点中 EX的剪刀 放倒在地以后 前前先逃 你也没有发现他做出什么特别出格的操作 初步是非常的稳健 在压制版边的那一波打出足够多的优势 前前到脸上指的一个重拳拍过去 哇 这是什么 将军一个重拳拍过去 你一个尖撞打回来 将军不是有力的吗 这 有点超出我的理解 不知道为什么两个人会做出这样子的决策 我觉得今天两个人都是做出了一些 非常威的决策 比较怪 这边板边的一个霍霍的距离离这么远 有必要吗 有必要吗 这边再霍霍下去的要没了 青鸟抢出来剪刀脚 拿手在一个头 到了一个长脚下 重脚把自己的VT交出来 挠头了 炸弹来了 情况之点完 往后拉一步 等你引爆 第二次进攻要开始 前前过去 再猜一下 好 这就是我说的身居丸 这个炸弹比别人厉害的地方 压迫力拉满 他就不会去主动打那个进攻 我会耐心的等你打过来 然后等炸弹快引爆的时候 你怕不怕 你肯定怕 你会防守 对不对 我就一点点压过来 压迫力真的很毒 这就跟我们平时看到那些引爆炸弹就不一样 对吧 别的 我们看之前那个盗叶 把炸弹埋下去 然后就前前过去 玩了命的要冲 要利用自己的一个炸弹的时间 想办法按住对手 手不让对手动 而神居不一样 神居会在这个点上我选择防守 随着这个时间过去 对手的压力反而会越来越大 在进攻的那一方 头皮发麻 神居还是神居 就他那个炸弹我一直都说 空的非常的好 不会说我拿一个炸弹然后去犯2 不存在的 一定是拉满的 好 回到对局 上来神居这边再往前压 一点点往前靠 VS吸到 要怎么做 啊 对手都已经跳起来 你丢个不 这个就是反应有点慢 或者说他觉得对手这一下 有可能会不出这个脚 对吧 我直接VS丢出去 那就可以反打 也可以这样考虑 刚才应该是想要滑铲过去的 很明显了 对手是VS然后自己用滑铲 然后顺便爆出自己的VT 要是绑住我就爆 来这边可以挠头 先来一个炸弹 买一手对手补一个VS 还可以继续压 看一下 先跳一跳 骗一骗 等到快要引爆的时候 一个千千到脸上 中拳卡针 再EX波 欲试不绝 EX波打一个打头子 还打中了 千千恶晃 这边只能撞出来一手镜子 这一波的话应该可以带走了 能量胶足 这手伸具还是比较可惜的 这没办法 你面对这个尖撞的时候 你就只能认命好吧 你要是真按键了被撞到了 那也没办法 对手一定会撞 他会在什么时候撞 你猜嘛 就像你将军在板边会开大脚飞出来一样 哦这里有一种缺反 而且身体这边是没有打什么伤害的缺反 而是选择了头 要一个更加有这个后续期待回报伤害的板边 再来一个反头 进强调 中调压 然后这边剪刀脚在那边截 下中调EX收火 再一个中拳拍中 好了 基本上已经结束了 这个对局已经没有什么悬念了 悬念已经不多了 下中调单发确认 刚才不是应该接个剪刀脚游戏就结束了吗 你的剪刀脚呢 这里直接选择飞 有点值了 感觉给到内某一个机会 我觉得内某有翻盘点 这个翻盘点在这么近的距离下 试到一个波 你还敢试吗 你没有波可以试到 哇 哇 哇 这里内某我觉得有点着急啊 镜子丢出来 那慢慢走过去不就行了吗 你非要跳过去 直接来一波狠啊 他有点想要把对手干碎 我觉得刚才用膝盖的话 说不定也顶重了 他非要一个前跳 那也是给到神区这个智慧 神区反应很快啊 这些上来雪料有点落后 剪刀脚直接大脚往前开 交一个密闪 然后选择推倒球 我觉得刚才那个点上面 应该是可以用下中脚直接打雀反 烧火 这一下位置卡得刚好 对手还不到 剪刀脚放到在地 前前先投 然后接下来怎么做 拉开连锯的丢个波吗 遇事不绝发 哦 板边的空对空 哎呀 哦 这个游戏活该你赢啊 哎哎哎哎哎哎 不对不对 还有一发镜子要防 对手会撞 然后选择EX波强开 两次全部防住 然后一个V闪拉开 对手再一个来 直接去反了 这个膝盖被V闪闪掉游戏就结束了 冷静 真的冷静 判断非常的冷静 而且就每一波都打满 就你肉眼可见的 你会发现身居这个 它是一个赛季比一个赛季厉害 无论是在对战当中的一些应对 对吧 尤其那两手空对空 然后再加上在地面的一些单发的确认 然后再加上自己在进攻方面 尤其是那个VTR的埋炸弹引爆 那对手真的是很难防那一波 连续的进攻当中还混合了一些打头则 而将军的打头则一旦打破 很痛 无论是被他投到 他可以继续打进攻 你被他打穿 那一大波的血量就跑不了了 就是这样一个角色 对吧 好了那今天的这期视频也就到这边了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为了一名具有国际眼光的国际型观众 如果你喜欢我的视频 记得要订阅我的频道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